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 7号上午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 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 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主持开班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滬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习近平指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 无数人人志士为此苦苦求索进行各种尝试 但都以失败告终 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 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在新民族主义革命时期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 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 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我们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 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 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 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 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 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习近平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 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 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我们在认识上不断深化 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 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 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 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 更加科学 更加可感可行 我们在战略上不断完善 深入实施科教新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战略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战略支撑 我们在实践上不断丰富 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 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特别是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指出 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 前途命运最终成败 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 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 繁荣兴盛 否则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 甚至犯颠覆性错误 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 锚定奋斗目标行本支援 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一以贯之 一代一代地接力推进 取得了举世瞩目 标柄史册的辉煌业绩 党的领导激发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 我们党勇于改革创新 不断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 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洁动力 党的领导凝聚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我们党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主人翁精神 习近平强调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 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 更要符合本国实际 具有本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 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 中国式现代化 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这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 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这既是理论概括 也是实践要求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 新中国成立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用几十年时间 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 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 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开辟了广阔前景 实践证明 中国式现代化 走得通 行得稳 是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习近平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 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 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 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 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 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 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 价值观 历史观 文明观 民主观 生态观等 极其伟大实践 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 迈向现代化 树立了典范 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 习近平强调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统筹兼固 系统谋划 整体推进 正确处理好 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 战略与策略 守正与创新 效率与公平 活力与秩序 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 进行顶层设计 需要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 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 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 体现时代性 把握规律性 赋予创造性 做到远近结合 上下贯通 内容协调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是一个探索性事业 还有许多未知领域 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 通过改革创新 来推动事业发展 绝不能刻舟求见 守株待兔 要增强战略的前瞻性 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 敏锐洞悉前进道路上 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 以科学的战略预见未来 引领未来 要增强战略的全局性 谋划战略目标 制定战略举措 做出战略部署 都要着眼于解决 事关党和国家事业 兴衰成败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 要增强战略的稳定性 战略一经形成 就要长期坚持 一抓到底 善做善成 不要随意改变 要把战略的原则性 和策略的灵活性 有机结合起来 灵活激动 随机应变 临机决断 在因地制宜 因事而动 顺事而为中 把握战略主动 要守好 中国式现代化的 本和原 根和魂 毫不动摇 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 中国特色 本质要求 重大原则 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 正确方向 要把创新 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 突出位置 顺应时代发展要求 着眼于解决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积极实变 应变 求变 大力推进改革创新 不断塑造发展 新动能 新优势 充分激发 全社会创造活力 既要创造 比资本主义 更高的效率 又要更有效地 维护社会公平 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 相坚固 相促进 相统一 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健全国家安全体系 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 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 制度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 和重点领域安全 要坚持独立自主 自立自强 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坚持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 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 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习近平指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 必然会遇到各种 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 风险挑战 艰难险阻 甚至惊涛骇浪 必须增强忧患意识 坚持底线思维 居安思危 未雨绸缪 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通过顽强斗争 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要保持战略清醒 对各种风险挑战 做到胸中有数 保持战略自信 增强斗争的底气 保持战略主动 增强斗争本领 要加强能力提升 让领导干部 特别是年轻干部 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 政治历练 实践锻炼 专业训练 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 金风雨 见世面 撞筋骨 长才干 注重在严峻复杂斗争中 考察识别干部 为敢于善于斗争 敢于担当作为 敢抓善管 不怕得罪人的干部 撑腰骨尽 看准的 就要大胆使用 习近平最后强调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必须抓好 开局之年的工作 要全面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持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引导经营主体强信心 稳定社会预期 努力实现经济运行 整体好转 李强在主持开班事实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 极大丰富和发展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理论性 针对性 指导性 对于全党正确理解 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学习 全面把握 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牢记国之大者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努力在新征程上 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 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扎实抓好本地区 本部门 本单位 各项工作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是二十届中央委员的 其他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中央军委委员 出席开班式 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候补委员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有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 解放军各单位和武警部队 主要负责同志 参加研讨班 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 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列席开班式